第十六題 一歲半的弟弟和姐姐一起玩盪鞦韆時 將腳擴坐在座殿上 姐姐覺得非常危險 對著當時正坐在遠方樹下的媽媽大喊一聲 媽媽弟弟做危險動作 當時姐姐發出第一聲 媽經過兩秒鐘傳到媽媽住 請問當時媽媽離姐姐有多遠 當時的氣溫是20度C 空胸的聲速是V等於331加0.6T T為攝氏溫度 那我們曉得 我們今天我們發出一個聲音 我們發出一個聲音 然後傳出去傳到某人 然後我們想問這個距離有多遠 那我們根據我們的速度的公式 速度就是花多少時間走多少的距離 所以距離呢就是速度呢去乘以我們的時間 那麼這題時間兩秒鐘知道 但是我們不曉得是速度 速度公式告訴我們說V是等於331加上0.6T 所以現在溫度是20度 所以331加上0.1乘以20 所以331加上變成是12 所以是343 所以呢速度是每秒343公尺 那麼現在花了兩秒鐘 所以343要乘以2 所以是686公尺 所以是686公尺 所以我們就曉得我們的距離應該是686公尺 因此我們第16題的答案呢 應該是選的是B686公尺